大家好,我是财讯双周刊总编辑陈彦纯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题目非常有趣 我们独家专访了国防部 走进了大直的神秘大门 解密台湾的国防商机 今天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解说一下 第一部分是我们耗时六个月来约访国防部 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国防自主商机 第二部分我们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国防自主商机藏着千亿的金额 它到底有哪些内容 第三个部分更有趣的 我们想跟大家解密一下 阿汤哥的那一把枪 是来自于台湾的一家神秘台厂 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 想知道的观众朋友 记得看到最后 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陈雅杰 欢迎雅杰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雅杰 好,节目一开始一定要铺陈这一段 台湾的国防商机 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话题 那其实我们都一直非常想额约国防部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 能够掌握这些资讯的人 结果我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终于在这一次 走进了大指国防部的大门了 我们大概是二月第三月 就开始规划这个题目 因为那时候也开始打仗了 就是二物战争开始 然后大家也很关注台湾的国防的情况 然后就开始接洽 也希望听听国防部的意见 然后就要去敲门 我要怎么样可以找到国防部的相关主管 可以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 到四月的时候开始讨论 然后五月我们正式地 递出我们的访纲进行申请作业 然后一直到八月底 他们告诉我们整个 你答的作业什么 大概都完成 可以开始来安排时间 所以我们终于在九月进了国防部 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 前置工作跟时间 对 但因为其实严格来说 国防算是一个相对于其他产业 相对神秘的一个地方 跟一个产业类别啦 所以要理解这件事情 只能问国防部 那其实这次雅杰访问到了像军备局 这样子的单位 就是过去我们财经媒体比较少 揭露的相关单位 所以这次你们访几个单位 军备局 然后还有国防部的资源工画师 然后还有我们的中科院 就是中山科学研究院 就是非常符合听了才知道 要揭秘这样的概念 像军备局一般是不会对外的 但这一次终于在 小时六个月之后 终于出来了 其实军备局的话 他只有在他要展示我们的一些新的装备的武力 火力的时候 他会主动的发布新闻 过去应该是没有接受专访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这些都是第一次受访 对 那资源规划师更是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幕僚单位 但是其实负责的那一块 对于国内的产业来讲 连结度是非常高的 那他们也是都是配合军备局 如果他们有要展示发布一些研制的技术的时候 中科院才会出来说话 了解 那既然我们要开箱 这个神秘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采访过程 所以在正式的了解商机之前 一定要先请雅杰形容一下 当时进到国防部里面 你观察到的东西是什么 太难得对财经媒体来说 对 其实我觉得有点兴趣的说 我们进了他们的大门 但事实上我们是从侧门进去的 据说大门只有部长跟总统才能走 我们从侧门进去 大概就是他们相关军事新闻处的主管 然后带我们进到采访的场地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吓了一跳 因为其实我们的采访团队不止我 另外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副总朱比 他的资历比我更深 但是他一看到那个震荡 他就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好好记录一下 因为国防部新闻记者发布会 固定的场地是一个会议室 就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展演厅 前面是一个舞台 然后后面就是观众席 结果我们一进去的时候 他们是在舞台前面放了一个长的会议桌 然后所有的 我当时有点头昏了 没有仔细的算 那可能至少有十个军官吧 排排坐在观众席上 等着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真的是觉得 这是个什么样的阵仗 他为你们开了一个特别场的记者会 的概念 对 等于是这样 然后而且呢 我们大家想说 那这样到时候是什么进行 就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就按着提纲 哪一提轮到哪一个单位 那个主管就会到会议桌上来 跟我们一起对谈 有一种好像是我们要拷问他们的感觉 所以你在质询的概念吗 对我们质询的感觉 对 可是事实上 过程是轻松的 就是我们的谈话都是轻松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些长官真的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军队的素养 他们就是会很严谨的 在他的范围之内 不会超过 但是他又会设法 用他知道我们的庶民的语言 来跟我们沟通内容 然后当你要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 可能涉及政治 或者是说真的到了机密程度的 他也会很直接说 这个不方便透露 那你就知道那没办法再问了 这是机密 不要再问了 对对对对 可是呢 在他可以讲的部分 他真的就是会很努力的 用我们可以沟通的语言来 让我们理解整个国防自主工业 产业在这一块所做的努力 真的 这个是很特殊的采访经验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采访过程中 那个过程其实比结果 更让人家觉得印象深刻的 对 然后在当场的回应 例如说中科院当然因为他们是执行单位 所以他们能够分享的讯息 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多 可是军备局的主管 他就是会主动帮忙补充或什么的 你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 没错 对 他把我们当成打一场仗 真的喔 把这个采访当成打一场仗 这样我们就安心很多 就是他这是个有纪律 有规划的这个团队 对对对 听完雅杰这么精彩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内容一定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听Podcast的观众也请留言给我们 那接下来就是国防自主的千亿商机 到底包含哪些内容 其实经过这一次说明 我也才了解 我们大概可以把国防自主的商机 分成三大块 一个就是新建的专案 那就是像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国建国造啊 国际国造的这一块 然后就是我们会分成航太造船和资安 这个是要新自己建造的一些设备 除了刚才说的 还包括去年底通过的将近2400亿的 海空战力提升计划 那采购的大部分都是像飞弹啊 然后还有无人机啊 这些台湾从零开始生产出来的 新建的专案 然后第二块呢 指的就是我们除了新的武器要生产制造 有一些已经在使用中的设备 可能是对外采购的 也可能是更早期我们自己制造的 这些设备是需要维修的 那维修也需要零组件 什么东西你要修去靠别人修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经济 而且也常常可能比如原水救不了近火 因为你跟美国原厂说来赶快找人来修 或什么这都不合时宜 然后所以我们也有建立另外一个军品供应链 这一块呢 也是现在在国内慢慢正在培养的 那第三块就是所谓的军民通用科技 它可能产出的东西 不一定真的是到时候要用在战场上 然后甚至于它也可能是在民生就可以使用 这个东西就是透过中科院 然后他们会找国内的厂商 我们一起来开发 对其实战争虽然非常的无情 但是我觉得站在台湾的立场 我们是与被动的保护自己的概念 通常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 在武器研发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会开发出一些 一般人生活上也可以用的东西 很多创新是来自于武器上的研发嘛 对 这个或许雅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大家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网机网路 那这一次国防部台也有提到 其实最早就是在大概二战之后不太久 然后就开始了 它是为了要监测核爆 而开发出来的美军的一个技术 结果后来释放出来之后 现在全世界没有人的生活 几乎可能有50亿的人 至少一定每天都生活在网机网路之中 没错 不能没有手机 不能没有网路 所以这个效益 效益已经 他们那天给的一个数字 大概是38万倍 这就是所谓的 军民通用科技的一个例子 那很多啊 比如像瑞典 他们开发出了一架战机 然后那当中的复合材料 后来还变成了牙才 等等的 就是类似这样很多的例子 那在台湾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有几个正在进行的案例 像大家很常听到 像抗弹陶瓷 就是因为他做那个 云包装甲车 抗弹外层 然后结果那个抗弹陶瓷 他现在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地方 大大的增加了他的产品的价值 对 所以从国防自主到产业化的发展 他其实带动的商机是蛮庞大的 所以他说有千亿商机这样的概念嘛 对 那其实我们从投资市场来看 其实我们也发现 其实最近 当然因为就有战争的议题啦 还有就是这个 两岸战争的敏感话题的情况下 其实军工股的表现 也相对是比较不错的哦 其实从美国来看就很明显 大概就是全球第一大的 洛克马丁希德这一家公司 他就是生产最多的那个武器系统 那他比起现在我们知道 美股也是修正非常多 但他相对也是比较稳定的 那当然更不用讲 就是说像台湾的汉乡 股价当然是不能跟台积电比 但是这次他可是很抗跌 相对抗跌 对对对 这代表说其实在这个趋势下面 其实过去大家比较少讨论到 国防产业 但透过国防自主这样子的议题 扩散到一般的产业发展来说 其实还有很多 上次我们写到的一些产业别 都会受惠于 国防自主商机的外溢效应 会越来越大 这是不是未来台股的一个 可以关注的族群啊 对我觉得的确是 然后这个可能跟就是 整个国人的观念 也开始在慢慢的转移当中有关系 因为像国防部太医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过去我们对国防的概念 都是消耗 好像你炮弹打出去 没了就没了这样子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对 国防的概念转为投资 因为其实你开发一项产品 它能够旁边衍生出来的技术 然后散发到各个商业 或民生的应用上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成为一个 很重要的带动经济成长的引擎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国防的投资 你是本来就应该做的 我们认识的这些厂商当中啊 就有人就是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西方的哲学家 他有一个名言就是 你想要和平 那就要备战 没错 首先就是要备战 而且就是我们做这些防卫的 这些努力呢 并不是为了要杀戮 而是为了自保 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啦 因为太轻忽 国际情势的变化 所以其实现在欧美国家 很多都已经在付出代价了 包括像德国 因为先年跟俄国交好 就会现在天然气的价格暴涨 弄了他们名声也是叫苦连天等等的 那美国他也意识到 就是当时对中国的轻忽 现在才开始再来加紧怎么样回头反制 对所以其实国防这个议题 一直都是不能够松懈的 然后他其实不只是为了一个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已 他其实在经济的考量上也很重要 没错 这就是一间二雇的概念啦 而且我觉得台湾身为一个导国 我们就是要保护自己嘛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是无可避讳 也是要大家共同面对 好第三个部分我们想要再揭秘另外一家 也是非常有趣的公司 阿汤哥的那把枪 其实不只阿汤哥喔 还有玄冰 还有宋忠基 还有宋忠基 好的 那把枪到底是哪一家玄冰台枪做的呢 这个一定要请雅杰继续帮我们讲一下了 对我觉得这家公司真的很有趣 当然也是在我们在做国防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就应援忌讳的 发现到就是说 哎 台湾的玩具枪的实力其实非常的强 因为台湾在精密机械产业的基础 就是实力雄厚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哎 有这么一家公司 他其实在这个领域就是里面的佼佼者啦 这家公司就是维加国际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他非常非常的像真枪 不只外观看起来像真枪 他连你拿起来 你那天也有提到 拿起来那个重量真的是 质感 对 质感 他连质感触感还有使用体验 就是你真的拿他设计 那个感觉都仿佛是真枪 那讲到这件事情 我就忍不住 要请雅杰再帮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走进这家公司的概念 虽然不像走进国防部 这么稀少 这么稀有 但走进去 我自己觉得有走进MIB总部的感觉 真的 我自己是觉得像金牌特务的那个 什么秘密的武器 打开一阵神秘的门 里面全部排了满满的枪 然后而且都是用一种 令人震撼的方式排列着 对对 那天我记得那个总经理 就是先带我们去一个 类似像枪写实 像一个仓库的地方 想说就小小就放很多枪 就这样而已 他就说你准备好了吗 一按 按门就亮红灯 然后就打开 里面有另外一个空间 对 很像神电影场景 没错 我觉得他们可能 因为他们在国际的影剧 道具枪的这一块 他们也是很大的提供者 所以大概就已经有感染到 那个氛围 是是 那那个老板到底 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 这个很特别 其实他很有趣 就是他 其实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一个人 感觉不出来 其实他是个军事迷 然后从小就爱玩玩具枪 然后他说买枪买到 他觉得不能再买下去 因为时代太多了 然后他就觉得说 就算他在做 其他的正职的工作的时候 他还是在经营 他的玩具枪网站 可是后来有一天 他就觉得说 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 他想要做 他真正喜欢的事情 于是他就找了 他的一个同学 然后还有 他在BBS上认识的 也是很爱枪的 一个网友 对 好 同号 三个人 对对对 三个人 然后就集资 开始来做枪 那因为他们都是玩枪的人 所以就知道 其实你真的心里 还是会想要的是 摸到真的枪 所以他们就要做出 很真的枪 仿真 对 你真的那个路线 然后所以他们就去找原厂 因为在台湾 你要摸到真枪太难了 对 对 你不是说在美国 你可能还可以去枪的店摸一摸 看一看 什么的 那意思是说武器厂商 还有另外一个生意可以做 就是授权给这些玩具厂商 对 这个在伟家国际之前 其实连这些国际枪厂 他们都不知道 就是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玩具枪的授权 再开发一块市场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伟家去敲门了 所以他们才发现 对耶 这是一个生意 那当然因为伟家是第一个 然后而且他们也拿出了 十足的诚意 还有他们的技术的努力被看到 所以原厂就乐于跟他们合作 所以他们的枪呢 因为原厂会提供图样嘛 就可以真的外观做得很像 然后再加上他们真的对性能 自己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去研究 所以就是用起来感觉也很像 对 然后又可以打上原厂的logo 因为有授权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提到说 这是阿汤格用过 这玄丁用过的 它是如何打进影剧圈的呢 对 这个他们也很客气 就是说 其实都是代理商的功劳啦 其实阿汤格他用他们家的枪的 那时候这家公司才成立两年 还非常小 然后是在他的那个不可能的人物 Mission Impossible 3那一部电影里头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锁定 他们路线是要用美军特种部队 使用的武器 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英雄片来讲 就是很有吸引力了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个英雄梦 对 然后所以就是好莱坞的道具公司 就来问他们的代理商 就是说你们那个玩具枪听说 有一个很厉害的 那是不是可以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用来做道具枪 拍电影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所以除了 其实除了阿汤格 他还出现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场景里头 然后那另外在 爱的破价里面的 宣兵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国外那些军事场景 背后都有台场的声音在 那一些男神基本上都是靠着 伟家的枪来加分 真的 说得很好 那我觉得伟家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比较不了解 因为他其实好像外销出口的占比 其实是比较大 到底台湾的玩具枪产业的样貌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就制造厂来讲的话 国内大概玩具枪的业者 生产场有大概30家左右 然后其实外销的比例都有到八九成 这么高 对对对 我觉得跟国内的管制是有关系的啦 对 然后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毕竟玩枪这件事情可能在国外还是比在台湾更盛行 国外市场还是比较大的 这些业者大概一年的产值有到2.5亿美元 这个数字虽然很小 可是其实以那个高级的玩具枪来讲 几乎都是台湾厂商的天下 所以回到就台湾的精密加工业 这一块真的蛮强的 对 所以他说其实玩具枪产业本身 就是也是一个火车头产业啦 因为它涉及到的技术跟生产能力 是很多元的 很多面向的 像我们刚刚说的金属加工啊 精密加工啊等等的 然后甚至于如果你是电动的枪 电枪的话 那也会有要用到IC啊等等 然后什么表面处理啊 什么相关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台湾的强项 所以它的供应链就是都是在它的公司周边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MIT的公司 好 那我外行人帮这个观众跟读者问一个 就是说那他现在会做这个玩具枪 那以后如果国防开放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国防自主商机嘛 如果扣回去 请问他以后可以做真枪吗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做真枪跟做玩具枪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他有举一个例子 他就说就好像电动车和燃油引擎车 你不太可能会是说是改造 它是其实是重置 是完全重置的一个东西 但是当然他们当中是有一些理念 就是有一些结构 原理是共通的 其实呢 他后来我也就是得知 国防产业协会 也有发函给玩具枪的相关的公司 邀请他们一起加入国防的供应链 加入国防产业协会 那他们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事情 就是说可以在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不管怎么讲嘛 因为当然现在我们的国防自主商机 事出的部分 本来也就不包含火药 对就是那种真的具有攻击性杀伤力的 那一块还是在中科院 那所以在旁边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结构啊 机械啊 这些次系统啊 或什么的都是给民间厂商做 那这些东西其实玩具枪的业者 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就算不是在制造的这一块 他们在全民防卫的这一件事情上 其实他们也是很有着力点 可以帮得上忙 对 所以很不错 我觉得从开箱国防部 到一般民间的这个玩具枪商机 现在也可以扣回到国防自主这个领域来 其实从政府到民间的相互合作 我觉得这是让整个国防商机 国防自主 甚至共同防卫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跟环节 今天非常感谢雅杰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念一下 网友在听了才知道第106集 半导体库存难消化 黄仁勋青上火线 回答众家媒体这一集的留言 这集留言非常的热烈 表示大家真的非常关心半导体的状况 第一位留言是 怎么念 Blue Blue3731 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分析论点 但就我在园区工作 半导体长期基本面还是走深 只是短期升息库存的影响 需求放缓而已 其实这个观点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也蛮认同的 对啊 是 的确 雅杰可以讲一下 就是半导体的 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其实这是不冲突啦 现在就是需求 大概是有点熄火的情况 对 以至于就是说 库存就是增加了 库存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嘛 短期的风险造成的 对 那因为现在 包括像刚才这个读者也有讲到 就是升息啊 或什么 这些因素什么时候影响的程度会降低 然后让这个循环结束 你看不到而已 但是你要说 它就是一个从此走入西洋的产业 那绝对不是啦 绝对不是 没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乐观的看待 半导体产业啦 更何况 那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对不对 严格来说 就基本面来讲 任何的以后数位化的生活 你是离不开景片 老实说是这样子 所以短期的风险或许也是一个蛮好的进场机会 大家可以等待看看 好 另外一位这个网友留言叫做流星的投资哲学 他说很棒的一集 非常喜欢宏达上节目 对半导体的掌握非常透彻 这个不用说了 那个宏达是我们的半导体 宏达粉丝很多的 半导体王子 对他对半导体有长期的研究 所以也持续的这个追踪彩讯的节目跟文章 就可以看到宏达在半导体上面的精辟的分析 另外一位是这个王葡萄 他说黑暗之后一定是光明 是的 这个对照于 这大概就回应我们前面的这一个 对 对照于现在的这个全球景气的状况 台股的表现 但我们都相信黑暗之后必然是光明 因为蝶身就是最好的利益多 但到底要什么程度 这可能需要时间观察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谢谢雅杰的分享 YT的观众 请别忘了帮我们订阅分享以及按赞 HOT的观众 请别忘了留言给我们 也可以给我们五颗信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